Would you like to see this evidence? 所以物流管理的定義呢 我們會針對三個單位 對物流管理的定義做一些說明 讓你們理解 不同的角色怎麼看待 物流管理這個內涵 我們第一個講的是中華民國經濟部 那中華民國經濟部怎麼定義物流管理 所謂的物流管理呢 是因應國家經濟活動而引發的實體物流 很像政府會講出來的話 就是很官方 經濟活動而引發的實體流通 如果你在口試的時候 老師問你什麼叫做物流管理 你答這個答案 可能會被K 他會覺得實問虛打 好像什麼都沒講 經濟活動而引發的實體流通 這個當然從政府的力量 可以講出這樣的話 但是我們真的談操作性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定義物流管理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單位 怎麼定義物流管理 好 我們來看中華民國的物流協會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的物流協會 是在台灣的這些物流業者 當然也不只有物流業者 有些是貨主 就是供應商 他們所形成的一個 一個叫社團 應該是聖社團 我不太了解社團法人跟財產法人 就是anyway 就是他們所形成的一個組織 不那麼官方 那它的定義是這樣子的 它是指食物由供應端 移到需求端所引發的各項加值機能 實體的物件 它可能從供給端 送向的需求端 會引發的一系列的function 這些function當然不是只有實體的物的流通而已 它牽扯到很多的細項的加值機能 這些加值機能可能包含了 比方說像 因為你要訂 跟我訂我供應端才會把東西往你那邊送嘛 我送你送到你那邊的過程 有些可能我在供應端這邊會除 有可能有些時候會在中間折這邊會除 然後就是會有倉儲的功能 然後再輸配送 我要送到你這裡會牽扯到配運的 這些東西配送運送的問題 所以會輸配送的行為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這些行為的發生 那這些我們稱為所謂的加值機能 那這些加值機能為什麼會發生 是因為你的食物必須要從供應端送往需求端 好這是第二個單位的定義 就是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單位的定義 也是我們這一門課 比較接近的所使用的這個定義 我們叫做國際物流協會 剛剛講的是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現在我們看國際的物流協會 要怎麼定義這一個字眼 國際物流協會定義這個 供應鏈管理的這個字眼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就是說 它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項活動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很像 那它主要負責規劃實現 實務跟資訊 從來源點到需求點之間的流通跟儲存 剛剛我們講過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實驗 這個當中的一項活動是跟物的流通 物流管理 好 在這個定義裡面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定義有標的物 我們物流管理所對應的對象是 包含了實務跟資訊 可見的實務跟不可見的資訊 然後它負責的點是從來源點到終結點 我想這跟中華民國物流協會是類似的 從供應端往需求端送 它所牽扯到的活動 有包含了一些這些資訊的儲存跟運送 所以它有界定了它的標的物 它不一定是實體的物 它也包含了虛 看不見的資訊 因為資訊促成了物的流通 這個在我們剛剛在1.3所提到的內容 是接近的 一點像我們有提到 你很多的業者之間物的流通的前提 是發生在他們彼此 有些資訊的通知 才能夠告知對方去做 實體物的配送 所以這個比較接近 我們想要用的這一關 廣義的物流是存在在 有實體生產的製造業 也發生在提供服務的服務業 當然我們這一門課物流呢 比較著重在看得到實體的製造業 我們比較少談 看不到實體的服務業 服務業遞送的是什麼 服務 資訊 那根據這個定義 並沒有界定說 物流只發生在有實體 有實物產生的製造業身上 它也可能發生在 來提供比較虛擬的服務 跟資訊的服務業 所以過去呢 其實我們這門課要針對個案 去做物流觀點相關分析 過去有一組 我覺得學生曾經選過服務業 他們選的是雄師旅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你們選服務業 因為服務業的東西是虛擬的 所以以你們目前的功力 你比較難去把它對應到物流的 食物的流通的概念 所以那一組後來選這個個案 他在作業2還作業3就換個案 這也只是提醒你們 在選個案的時候 盡量不要選提供服務 或是資訊流通的服務業 盡量選有實物流通的製造業 或是零售產業這樣子 這是物流管理這一個主題的定義 那我們就是選定了這一個 第三個定義 是當這門課的主要定義 那在這個定義之下呢 物的範疇是什麼 那最典型就是我們傳統認知的 一般性的物品 包含成品 物源物料半成品跟成品 這個大家最直覺 我們在談一個公司 企業在流通的東西 可是它不外乎 它原來有半成品跟成品 或是PCO 我們要在賣的東西 銷售東西可能 那你要賣的東西的配運的 那都是被認知物流管理的 物的範疇 這個大概大家都不會 覺得有疑惑 那事實上一個企業在營運 除了這類企業 它生產的標的物要需要物流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 就是非傳統認知的其他 資源性的物品 那這些其他資源的物品 不是我直接要做生產銷售的東西 但是它也是實體存在 類似像水電 辦公用品 一個公司營運 當然有一些紙 筆 甚至電腦 這些等 但是它不是賣筆 也不賣紙 也不賣電腦 甚至文檔 這就是企業營運所需要流通的物 但是物不是它直接製造 要製造的標的物 所以我們稱呼認定為資源物品 那這些物品 對企業營運也有影響 它的流通也是一個物流管理的議題 讓資訊的流通 這件事情 它既是服務 也是一個資訊的流通 它本身 根據國際物流協會的定義 也算是物流的範疇 這就是物流管理相關的定義 以及物的範疇 根據這個定義所形成的物的範疇 在底下我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概念 物流活動有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 我先用一張簡圖來呈現 一個是 supplier 一個是 user 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三個階段呢 我們有對應的名詞來表現它 Stage 1 我們叫做企業物流 英文稱為 business logistics 第二個 stage 我們叫做家庭物流 就是指 user 端 在使用它的一系列的過程 好 第三個階段我們叫做環保物流 就比較接近我們上次講的匿物流 那底下我要補它的一些比較詳細的定義 什麼是企業物流 什麼是家庭物流 什麼是環保物流 好 所謂的 business logistics 就是指企業從原物料的取得 到成品送達客戶手上的過程 我們叫做企業物流 它起氣點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一個其實就是這門課主要要談的 那什麼是家庭物流 什麼是環保物流 所以家庭物流就是說 從使用端端取得物 到氣質的過程 它拿到這個東西使用它 然後再把它丟棄 也許它已經壞掉 也許它不再符合需求的時候 就可能會棄製 那這個階段我們叫做家庭物流 就是使用的過程 那最後一個階段我們叫環保物流 就是說取得氣質物來做銷毀 或是再利用的過程 我們叫做環保物流 那比較接近我們之前提到的 這個逆物流 reverse logistics 就導過來了 從需求端轉往供應端 好 我們剛剛看的是角色為基礎 那我們現在把Stage當作主角 這些Stage造就了不同物像的改變 Stage1的input是原物料 那它的output是什麼 成品 會進入到Stage2 Stage2的output會是什麼 當然就是氣質的東西 就是氣質品 OK 好 那這個氣質品有可能會被再利用 有可能就是廢品 就不再被使用了 所以整個物流三下階段 就是造就了這些物的使用狀況的改變 那我們這門課我剛剛講 重點在原物料到成品 以及成品遞送到使用端 這一個系列的過程 才是這一門課的重點 我們比較不談 使用端怎麼變成的氣質 然後氣質品怎麼樣再維修再利用 或是銷毀 這件事我們比較不談 所以這一門課的重點 比較在這一塊 那也比較接近工業工程的定位 好 那這裡有一個字眼 我們叫做完全物流鏈 英文我們叫做Total Logistics Chain 什麼叫做完全物流鏈 完全物流鏈就是剛剛講的 由Stage 1加Stage 2加Stage 3 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封閉的過程 這叫完全物流鏈 這叫完全物流鏈 有包含了企業物流 家庭物流跟環保物流 所形成的一個封閉體系 當然這裡假設是供應商 是呀 西部活動 供應商當然是產生的原物料 這是企業物流活動的起頭 我們說從供應商專取的原物料 到成品產生的這一系列的過程 所以當然供應商這邊的貨 送到一個企業裡面來之後 會透過一個進貨的過程 來把貨物送進一個企業 那進貨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做檢驗嘛 你們都學過評管 這個過程我們叫做進貨檢驗 在英文有些時候縮寫 一個公司裡面會講叫IQC Income 或是Input Quality Control 所以就簡稱IQC 那你們就去學過評管 就會介紹進貨檢驗要怎麼做嘛 對不對 進貨檢驗可能根據它的重要性 你可能會分成全檢 百分之百全檢嘛 你會抽檢甚至不檢 因為它不重要 所以它可能 或是它的品質很穩定 你就不會做檢驗 那如果說它品質有一些疑慮 那你可能也許會抽檢 抽檢的方式 又有可能很多這種形式 那如果它非常重要 它非常關鍵 而且它的品質穩定度比較差一點 你可能會做百分之百全檢 那這個不屬於這些物流的重點 所以我只是很簡單帶過 跟你們的評管產生一點關係 進貨檢驗 那進貨檢驗如果它是良品 當然就很容易就可以合格的話就會入庫 結果這原物料會進到倉庫裡面去堆除 去儲放 不合格當然可以理解 就是退貨 退貨就是屬於逆物流的一個環節 進到倉庫的東西 你可能會透過生產而形成了成品 這個是可能是生產 生管課程可能會談的問題 你怎麼去安排生產的規劃 那入庫的東西它所形成的成品之後呢 這些成品當然 如果它短時間不會出貨的話 它是會入庫去堆除 把它儲放在倉庫裡面 把它儲放在倉庫裡面 那當然這些成品 如果它短時間不會出貨 如果有客戶的需要的時候呢 就會引發了後續的行為 我們假設這是客戶 客戶當然就會提供訂單給一個企業 那企業就會透過訂單管理的過程 來處理這些訂單 所以這些都是 企業物流的行為 我把它放起來好了 經過訂單管理之後 搭配的成品 我們會去做減貨 這個字以後我們會常聽到 可能是物流課程才會講的 減貨 什麼叫減貨 減貨是說根據客戶訂單 把東西從倉庫裡面挑選出來的過程 叫減貨 我在這裡稍微定義一下 因為這個字眼是你們比較少聽過 所以我特別細講 所以它是背上客戶的訂單 然後東西已經成品已經入庫了 所以它藉由減貨 就是大家就拿著一個 客戶訂單的明細 就到現場去挑 所以你們有些時候 你們會看到 如果你們買過PCM的東西 它是不是會付一張單子給你們 可能橘色有時候 白色有時候 有時候 綠色有時候 好像也有藍色 不同的顏色 那它上面 其實說仔細看 它上面寫的是減貨單 也就是說你訂的東西呢 透過他們的系統 你下單了嘛 那它就會印出那一張減貨單 給物流中心的人員 那物流中心的人就是去現場去挑 去挑東西挑出來 挑出來之後 那張單子一起跟著 出貨出出來 那減貨的過程就是 根據訂單的內容去 倉庫裡去把品項挑出來的過程 所以這是減貨的部分 那減貨當然也有各種的方法 這以後我們再講 然後再來就是 減完貨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些處理 這些處理我們通稱為 禮貨加工 有些物流中心 把這些東西挑出來之後 它可能會搭配一些供應商的需要 還會去做一些貼標 上面貼一些標籤 或是大家做一些組合 因為有些東西是組合販售的 它可能需要去做上一些膠模 把它們組合在一起 這一系列的 後續的額外加工的新聞 我們通稱為 禮貨加工的作業 在出貨之前 但目的當然是要出貨 要做一個檢驗 這部分我們叫做OQC Output 剛剛前面是Input Incoming 這是Outgoing 那出貨檢驗 出貨檢驗當然是要確定 如果是物流中心的話 它只要確定 減貨減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客戶訂單可能講 A3個 B2個 C4個 可是減出來可能是 原本應該是ABC 可是你減出來是ABD 有可能是現場人員疏忽了 或是它數量不太對 它明明要3個2個4個 你可能給了3個1個4個 露了這種 都是透過出貨檢驗去檢查出來的 如果它也沒問題 這個減貨也減對了 那當然就要做包裝 你就會收到 可能像PC用紙有紙盒子 把它包得好好的這樣子 那就包裝好 那包裝完之後要幹嘛 分流 那什麼是分流 分流 就是把它分到目的地不同的地方 不錯 概念類似 我們把它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把貨包根據它目的地所屬的區域 把它區分好 目的是為了方便你上車跟配送 所以沒有錯 分流是根據貨包的目的地 把它做區分 將目的地接近的貨包就擺在一起 擺在一起之後可以什麼 上車 然後再什麼 配送 好 一個企業 在面對它的供應商 它的客戶的時候 它一系列的物流行為 它要幫助貨物 從供給端送往需求端 所引發的一些價值的機能 牽扯到資訊的流通 跟事實的流通 包含了很多的行為 包含了進貨 進貨檢驗 入庫 訂單管理 減貨 這還沒完 對不起 我還有一個環解漏了 這些庫存品 它可能要透過 如果會有一些盤點的作業來確定 庫存品的帳料相不相符 盤點的目的是在確認倉庫裡面的東西 跟你帳上所認定的一步一致 這個過程叫盤點 盤點當然有可能 也可以知道入庫的 產品的狀況 甚至它可能會引發 庫存品不足的時候 要去做補貨 它會要求供應商 當我的庫存量不足的時候 會引發了企業跟供應端 尋求補貨 這都是跟庫存品管理有關的 所以這一系列的行為 我給它拉出去 都是跟企業物流有關的活動 這補貨跟你們學的觀念有什麼關係 比方說像你們學生管 你不是會設安全庫存嗎 當它的庫存低於安全水位的時候 必須幹嘛 補貨 補貨 這個補貨的階段 你的需求一直會來 所以你的庫存量會跟著一直降低 供應商這邊也會開始備貨 然後就補到你的庫存 直到它補到的時候 你的庫存可能已經接近到0 這可能是EOQ的概念 但是Anyway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在生活裡學的 很多在學庫存管理 是比較這一個部分的概念 那些也是屬於物流管理的相關的活動 所以剛剛看到這幾個活動 你就可以理解 一個企業在面對供應商提供原物料 以及它把成品遞交到客戶端 這一系列的過程 牽涉到很多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就是所謂的企業物流 所以我們這門課 重點擺在這些行為上面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有關於企業物流 這物流的三大階段 我們就提到這裡 下一個主題我們要談的是 通路這個概念 Channel 中文我們稱為通路 不是Chanel 是Channel Channel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一樣會給兩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是說 物品從最初擁有者到最終使用者間的通道 下一個主題 中文大道